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主题为 尾声需要坚忍的心 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他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 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 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城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 我们就好像活在两处之间 我们处在已经耶稣基督完成的事 就如他完成了救恩的事 他给了我们永恒生命的应许 也处在还未完全实现的事 有缺乏的在这个世界上 意思是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and not yet的情况里面 就好像保罗在菲利比书的第三章 12到14节 他告诉我们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而是竭力追求 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事 向着目标 竭力追求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招我往上去得的奖赏 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徒就如一个赛城一样 基督徒都要在围着还未得着的条件里面 来迎娶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得着的事 保罗在菲利比书的第三章 告诉我们 他就像一个赛跑在一个中途中的人 任何的赛城在中途中 都会具有挑战性的 在这个中途中的赛城里面 我们往往会发现 那个时候会开始疲倦 疲乏了 我们原本有的一颗积极 强烈和充满信心 要走到终点的 或者在开始的时候 要在这个赛城里面 完成的好的一个心 渐渐的我们会失去 我们的思想上 开始会出现一些的疑惑 挣扎的心 就正在的攻击我们的身体 也许我们刚刚 从前刚信主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心是充满火热的 不断的要渴慕跟随耶稣 学习神的话语 不断的要祷告 不断的信靠主 会不会在半中间的路途上 我们遇见考验 开始对主起了疑惑的心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火热 要侍奉神的 会不会在半中间 因为许多事情的发生 有些拦阻 而这个火热的心 慢慢的就退去和冷却了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提醒我们 在赛城里面的那个比赛的人 他在这个中途中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最需要的就是坚韧的心 什么东西在推动我们 有坚韧的心 以一个尾声走到最后 完成整个赛城呢 就如保罗所说的 他说就是神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 那一个奖赏 当我们处在还未得着 和已经实现 already and not yet 的那个状态里面 其实神呢 他已经预备好了 他预备好他的手中 将预备的东西 要给我们奖赏的 我们在那个时候呢 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了 约翰一书的三章 第二节他说 亲爱的 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 将来怎样 还没有显明 然而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 本来是怎样的 在我的结论 今天若我们基督徒 为了主尾声奔跑 这个赛城的 那个奸人的心 开始已经是 减落了的话 不妨我们听一听 保罗他 所告诉我们的 一些鼓励的话 记得 我们的将来 是有盼望的 继续以奸人的心 跑完这个赛城 荣耀归给上帝 愿神赐福大家 可以 优优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